走到2016年的最后一天 回想过去的300多天 普罗大众最为感慨的 莫过于马币大幅贬值 经济似乎越来越差了 是的 全球经济不景气 尤其是生意人来说 过去一年无疑是辛苦的一年 但生活不会只有辛苦 只要乐观正面 还是可以过得很充实 那2016年很高兴 那2016年很高兴 那都在读书 那明年学业不太好一点 今年的学业挺繁忙的 就过得还好 我希望是明年比之前来得更好 走过2016年 全新的一年即将开始 大家也为自己的未来 定下了更多期许 希望我自己的业绩更上一层楼 因为公司的方向都在成长着 明年是希望说 有比较好的经济 马来西亚有比较好的经济 我手机掉进马桶了 所以就这样子 希望明年不要这样出行 希望在明年1月10号 拿到好成绩 然后考进大学 我比较希望明年可以 体验一下大学生活之类的东西 让自己更忙 然后可以体验更多东西 变得更精彩 一年之际再于春 一日之际再于晨 2016年的最后一天 让我们一起期许 明年会更好 NTV7实习记者曾思科采访我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